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尔里 又是一个新的场景 前两期的节目当中 我有给大家拍了一下 就是我在整这个新的studio的一个视频 这是我第一次拍节目 尝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后面全是黑色的 就是相当于没有什么背景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Disney Plus的一个feature film 将要在3月10号首映 就是在Disney Plus上面首映 那为什么讲这个片子呢 这个片子的片名叫做 Chang Ken Dunk 是关于一个亚裔男孩的故事 16岁的亚裔男孩Chang 是Quest Hill高中不受欢迎的高中生 他热爱篮球 但总是被低估 尽管他的同龄人认为他微不足道 但他却沉迷于学习如何扣篮 像决心打败高中全明星Matt 同时希望赢得他的浪漫恋人Christy的崇拜 与此同时 他也开始对最好的朋友 还有他的母亲 以及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 因为这个片子在选角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大概是21年的下半年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OpenCore 当时我看了就觉得特别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Disney Plus的一个feature film 然后找的是一个是主角 还有是另外一个男孩 他的同学 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的角色 如果当时有那个一个爸爸的角色的话 我一定会去试 不管我能不能有没有机会 差距有多大 但我肯定会去试一下 那当时我就把这个OpenCore推荐给了我一个朋友 Marley 因为他之前就听到过这个片子 然后后来好像隔了蛮久 还没有确定这个妈妈的角色 然后他就有点不太确定 问了我一下 然后我说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啊 你一定可以的 后来他就申请了 然后最终你知道怎么样吗 最终他拿到了这个角色 然后在纽约拍了一个多月的片 所以的话 我也为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他也为当中的一个合作和这样的一个片子 而感到很骄傲 那3月10号这个片子就要守护 传递这个信息的话 第一个是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片子 另外的话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关于亚裔的故事 然后甚至是亚裔 华裔作为主角的片子也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亚裔华裔的演员 我们就机会大了很多 再加上我们的努力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将来 我们的上大荧幕啊 和参与更多拍摄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一步步来嘛 那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好的 给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多 所以的话 我相信大家一起努力 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的话 你可以开始不要 不要嫌弃自己 不要 因为我作为那样的一个水平的人 我都在做 而且也在进步一点点的获得更多的机会 更有天赋 更有能力的朋友的话 你更加不要灰心 只要你踏出第一步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 一定会做得更好 然后为这个整个亚裔华裔的电影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多元化 更丰富的一些角色 和你的演艺 你的才能 那说到华裔亚裔题材的电影的话 那我们就肯定绕不开这个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杨子琼的这个片子 那他已经被奥斯卡提名了很多项 那奥斯卡三月份就要开始 到时候也会揭晓那么多提名 肯定能拿好几个就是重要的奖项 肯定很多人在关注 那从我的身边的话 我有个朋友 那他是这个片里面的议员 到时候我会邀请他来做嘉宾 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片子 以及他们拍摄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然后就是等于说 多分享一些这种 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而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事件 然后同时那么有可能 获得奥斯卡奖项的一个片子 然后给大家一些激励 那这位嘉宾的话 我暂时保密 到时候我安排好了 我们上了节目 你就会看到 那大家期待一下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